自从中国新说唱播出以来,大家对这档节目的关注就十分的多。 毕竟这是国内第一档,真正的关于说唱的综艺节目,肯定定会有许多热爱说唱的人去关注这档节目。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是去看的说唱恩话,还有的是冲着几位导师去看节目,那也就是单纯的追星,也有那种想要在节目里面找笑点的人,例如快手上的粉丝,我们去看八科参赛的,可以说是各种人各路人马都在关注着这档节目,关注的人多了,热度太高了就一定会有人要搞点事情。 这不是虎扑上面就有人要搞了凡凡的新格的MV,并且在视频的下面也是有许多人在下面踩着凡凡,嘲笑着凡凡,大凡凡看到这条视频之后肯定是十分生气的,所以也就是直接的在微博上发文,开始对虎扑的那些恶搞的人。 而粉丝们为了支持自己的爱斗,肯定是要自觉的参加进入这场网络大战了,虎扑的切疤和大凡凡的微博底下现在也是各种的双方交战的惨烈画面,其实说到底这场大战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大凡凡的SKR这个梗的传出,并且当时大凡凡的说出SKR这个梗之后,隔天也是直接上了热搜,并且SKR也是直接成了一个网络热词, 各种的表情包,也是各种的运用起来,全网直接掀起了一场SKR红仇,好像一句话不带上这三个字母,就掉价了很多一样,连热狗本人也是在自己的微博上面玩起了这条梗,不过这一版梗不要紧,但是被我们的冠西哥看见了,冠西哥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开始玩说唱的狠角色,直接在微博下面狠狠的吐槽了一把,明显的意思就是说大凡凡实力不行, 根本不懂得说唱的文化,说话随便的加上SKR还以为自己很酷,其实很傻,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知道,SKR其实是模拟摩托车的声音,一般就是说唱歌手来当做你声词的东西,并没有我们想到的那种很酷的意思, 了解之后也难怪我们的冠西哥会嘲讽我们的大凡凡好,不过说实在的,其实大凡凡的实力还是有的,要知道他的音乐也是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名气的,而且他还和范迪塞尔的关系非常的好,这在美国本土都算得上是超一线的明星了, 大凡凡的实力也是上一季的rapper们公认的强,只希望双方赶紧平息,一下现在的情况,共同反对网络暴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